針對李文中指控行政院長吳敦義和 更生人江青苗同遊巴黎島 並介入殺死利益和正副議長官說 吳敦義今天正式有委任律師 提出毀謗和民事請三萬賠償的告訴 並且要在四大報頭版刊登廣告道歉 李文中則在中午召開記者會聲稱 堅持揭發黑白掛鉤 用生命捍衛家鄉 並要求吳敦義向南投泄民道歉 經濟部官員上午證實 美國農業部已經對美國業者 疏往台灣市場的帶骨牛肉 牽罰品質管制的QSA 因此只要有業者下單採購 最快下個禮拜 美國帶骨牛肉就可以在台灣販售 不過為了保障市民健康 台北市政府嚴格要求大賣場 要將牛肉產地標示清楚 南韓合同參謀本部宣布 今天上午北韓艦艇跨越黃海上的 南北韓海江分界 南韓立刻設計警告 北韓不理會並且繼續南下 最後遭到擊退 雙方交戰過程中 南韓沒有人傷亡 過近九艘南韓漁船 也迴避到安全水域 沒有任何准失 但是為了防犯北韓可能的後續挑釁 南韓軍方已經做好備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通過衛星廣電法修正案 沿你放寬置入性行銷 黨政機關投資媒體的限制 是否會擦手媒體的獨立自主 而放寬置入性行銷規定後 觀眾能夠清楚分辨 廣告和節目的不同嗎 修法通過後 在生存壓力和新聞獨立自主的掙扎中 媒體如何拿捏 扮演該有的監督角色 將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丹信聰 真的是只要你有錢 真的是有錢行騙萬里 無錢真的是寸步難行 衛星廣播電視法 可能要修法NCC做出一個決議呢 就是說推出了一個草案 這個草案有兩個部分 很重要的這個內容 包括說專題 新聞專題 除了說一條一條 稍微分多少錢 這種一般的新聞之外 新聞的專題系列報導 還有像我們這種的談話進行節目 不管你是政論節目 或是民生節目 這兩類的節目 在修法過後 通通都可以開放 只要你有錢通通都賣給你 這樣對臺灣究竟是好是壞 而這個草案的第二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原本大家說黨政軍 一定要退出媒體 但是現在就是說 未來數位匯流之後 電信 電視 廣播 都夾夾做機會 所以要來管制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此打算要放寬 所謂的不管是五趴 或是十趴 政府軍黨政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股權 可以去持有這些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的這些股份 衛星電視的這些股份 這個部分大家想說 這樣開放後 對臺灣到底是好嗎 我們來好好討論這個題目 我們先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文化大學廣告系的副教授 紐哲勳 紐哲勳老師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還有臺灣大學新聞所的副教授 王泰立 王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我們希望從廣告組的觀點來看 你就去買公告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去買新聞 買節目來做知入性行銷 我們來歡迎廣告商 榮怡萍 榮小姐 主持人好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臺灣藝術大學廣電系主任 賴翔衛 賴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趕快看看NC 究竟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修法 這樣的修法 對未來整個新聞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廣告商在戲劇裡面做知入性行銷 未來這樣的行為將合法化 NCC仿照歐盟修正衛星及廣播電視法 以後戲劇及娛樂節目可以做知入行銷 只是未來連新聞專題深度報導 還有談話性節目也都不設限 讓學者感到非常驚訝 他就是讓商業去控制新聞媒體 就像讓黑道去控制棒球員一樣 所以他的內容就是假的 這個東西長期來看一定會破壞媒體本身的公信力 當商業廣告入侵新聞專題 觀眾根本就無法分辨到底現在看的是新聞還是廣告 而記者協會憂心的是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節目 假借新聞專題來包裝廣告 這也是一種污名化專題報導 以後我們看到專題報導 尤其它真的肯定會認為它是廣告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其實就是廣告 但它用專題報導的方式來呈現 這樣會變成我們對新聞的判斷 會很難去釐清 記協表示 不但商業廣告可以置入新聞專題 NCC還研領放寬政府贊助深度報導 本來政府應該是媒體監督的對象 如今竟然可以合法出錢贊助媒體 新聞的公信力恐怕會大打折扣 不過我們現在看新聞 大家都習慣說 這條新聞到底有方買去 大家會先懷疑一下 到底這條新聞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是新聞還是廣告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要消費者 觀眾自己來猜測說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新聞的話 那麼這樣子一個修法方向 究竟是不是正確 我們來看一看NCC打算怎麼樣的修法 第一個要區分叫做贊助 跟置入性行銷 什麼叫做贊助呢 就是不會去影響到這個節目 或是新聞專題的編輯 製作自主 或者是內容呈現的完整 講白話就說我一筆錢給你 你最後打我的logo就好了 你要怎麼做是你的專業的部分 我不會去干涉你 這個叫做贊助 什麼叫置入性行銷 就是有償或是對價的 我給你一筆錢 你要做到什麼 也許我的商品要錄出多久 或者是你要講說 我這個藥多好多好 還是說我這個飲料喝了之後 多提神 會對免疫系統有多大的幫助 這個叫做有償 跟或是對價的關係 然後在節目中呈現特定的觀念 商品商標或是相關的資訊 特徵等等的行為 這個叫置入性行銷 那現在打算開放呢 是叫做新聞的專題報導 譬如說我們常常看很多這個衛星電視 比如說什麼什麼系列報導 或是什麼樣一個大的專題 這個叫做專題報導 或者是像我們不管是八點半九點的這些談話性節目 或是下午的時候有很多很多在賣保健食品的 醫藥食品的這些談話性節目 通通都可以開放 可是除了兩個以外 叫做一般的新聞報導跟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我們特別要強調 因為小孩子你一天看那個廣告 說吃這多好 吃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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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一定要買這個的話 小孩子的分辨能力 真的是比較不好 所以這部分NCC 還是守住一般的新聞報導 跟兒童節目 原則是不能夠刻意的誇大鼓勵 播出前後呢 都要有一個明顯的訊息 說這個是自入性行銷 這個是廣告 然後政府候選人呢 禁止做自入性行銷 如果說他要做贊助的話 也要標示 年底前呢會公佈十項 怎麼樣去做 他的標準是什麼 我請教小老師 因為你做自入性行銷的研究很久 你怎麼樣看待NCC打算這樣的修法 也許用兩個成語比較極端一個 一個叫做與時俱進 就是說這個是因應時代潮流 第二個叫做衛虎坐倉 就是媒體的亂源已經亂成這樣子 結果NCC不去管 還放任他繼續亂下去 你的看法 我認為這兩個成語 大概都沒有辦法形容 今天這個NCC打算開放的這個 給我的衝擊 我認為他這個叫就地合法 說真的 就是今天NCC 你一定要開放的這個 所謂的贊助跟置入性行銷 他的中間的區隔 我是看不出來的 我看 我看得到的就是今年四月份 他草案出來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 他不知道怎麼樣去定義 所謂的新聞節目 因為今年四月NCC本來是打算 全面禁止支入性行銷 在新聞節目裡面 但是當時他已經取消了支入性行銷的 這個名詞 而改用一些其他比較含糊地帶的 一些說法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說 NCC他打算對於新聞節目 他只認為每天就是時事新聞 就是整點新聞 這叫新聞節目 其他的所有的新聞 包括深度報導 包括談話性節目 其他所有的新聞性的節目 通通都可以置入 那那些地方置入的叫做贊助 坦白說 我不知道贊助跟行銷 有在實務上有什麼樣的差異 剛才那個主持人秀給我們看的 贊助叫做不影響節目編輯制作 自主或者是內容呈現 這一點我認為在實務上根本做不到 你今天拿了贊助單位的錢 不管是公益單位還是政府 還是任何一個商業機構 你當然要幫他們講話 否則他為什麼要出一筆錢 贊助你做這個節目 我們看現在實際上的practice 就是做法就是如此 所以根據我相關的研究 你拿這個單位的錢 之後你不可能講對他不利的話 要不然下次你就拿不到錢 所以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什麼叫做說贊助跟製助性行銷 在這點上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個人完全看不出來 賴老師你怎麼看待 就是說畢竟商業電視台 還是要活下去 廣告主在這邊 等一下請教他的意見 廣告主就是想要買新聞 那好嘛你就去買嘛 觀眾也是就是大家也都是有那個 大家也都清楚你在做什麼嘛 讓觀眾自己去分辨 所以彈話性節目跟所謂的新聞專題 就開放 可以讓人家買廣告 我們過去的法律規定是說 節目跟廣告應該明顯區分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節目跟廣告可能沒有辦法明顯區分 比方說我們今天看體育節目 那在轉播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贊助商的logo 那這個所以廣告跟節目就沒有辦法明顯區分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過去的那樣的廣電法的規定 而就修改 那關於這個自助性行銷 我稍微提一下好了 這個自助性行銷最早出現 他是說 比方說我們今天節目裡面 我很自然的拿起一個 某個特定品牌的飲料 我就很自然的喝 那因為在節目裡面 我就帶到了這個飲料了 這種很自然的呈現 這叫自助性行銷 但是臺灣的這個自助性行銷 可能我覺得包括 很多的業者的期望 可能不是這樣子 他們所期望的是我付了錢之後 我可以在裡面都從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我可以誇大說 三天沒睡了 這杯喝下去